今天這環點一點四十一分 也不會有人在睡覺時 最終去的地檔游泉 因為在華人境海 發生規模六點六的地檔 地檔的積度是三十點六公里 興奮就演化說有紀錄 跟沒有紀錄到的地檔 其實已經有上百的 這次的地檔全臺灣都有感受到 氣象叫無敗途三天來 還會發生規模五級到六級的地檔 民眾好 鄉好大地檔海才站不上 國家經部一直向 但沒有譬如 兵線全台都有感到 早上一點四十一分的地檔是 今年目前相對規模六點六地檔 近平地華人境海地檔 沿途三十點六公里 相對進度是台東觀六舟 這也是這個區四十九年來 第一次發現規模六以上地檔 臺灣危機控制控制疫苗開始 就常常地地檔 尤其今年規模超過的地檔 有5月 時短期變坤達2.5月 一倍 地檔七步中心 地檔七步中心 臺灣多的三四十條的活動斷層 那他們發震的頻率高嘛 那可能在某個時間裡面 就會好像比較集中這樣 並不是我個人認為 並不是說他已經到了一個活躍 期的一個時間 因為你要知道 他是不是活躍期的一個時間 來講很重要我們要是對每個斷層的 他的時間有要瞭解就是 這個規模六點六地檔 是九一一大地檔之後 排名第四的大地檔 尤其是在早前地檔頭發生之後 有紀錄的地檔 跟上部紀錄規模比較少的地檔位 已經超過一百歲 去上郊不拜託三天之內 過發生規模五到六的地檔 記者綜合報道